这个85岁老奶奶嫁给了自己的外孙 两人相差61岁 却拍了一组唯美的婚纱照 为了不留遗憾 两个人还一起出去度蜜月 长沙 厦门 武汉 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外人见了这种情况 都说他是唯老不尊 已经是冒笛之年 却依然沾花惹草 六根不尽 可只有他的家人知道 他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样的难言之隐 欢迎百度搜索唐才英 了解更多社会故事 点个三连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他叫唐才英 在没嫁给自己外孙之前 是医院的一名清洁工 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 他已经见识过无数没有能力的妈妈 将自己的孩子像丢垃圾一样丢在了垃圾桶 他说他自己心软 看不得这种情况 于是61岁的唐才英几乎是守在了医院 只要是有人丢 他遇到了一定捡回家 前前后后 他一共捡到了六个无父无母的妻婴 他说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可他自己家却如堕地狱 原本的五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正是需要花钱成家立业的时候 他却固执几件 从外边捡来了六个脱油瓶 原本偶然还能吃得上点灰心的家庭 就这样 每天只能啃大白菜度日 其实唐才英也不是没想过 把这些孩子送到孤儿院 可贫瘠的小县城孤儿院 并不比他照顾的周到 于是转了一圈 结果往往又是流着泪送去 流着泪报回 由于没有母乳 孩子都只能喝奶粉 平均每个孩子 每月光奶粉钱就要花16块 而当时他每月工资只有30块钱 为了抚养孩子们 他白天在医院工作 晚上又到医院后勤部门打杂工 周六日还要到外边减废品 家里后院的七八头猪 是整个家最值钱的财产 60多岁的老人 在移养天年的年纪 愣是把自己盲成了陀螺 好在此时的家人 却成了唐才英最强的后盾 他们理解了老母亲 坚持抚养孩子们的苦心 可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理解唐才英的良口用心 他的经历被媒体报道之后 很多人觉得 正是这样的大包大懒 才对那些不负责任父母的 包庇和纵容 可唐才英却并不在乎 他的想法却很简单 唐才英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分一线的消防中队 更是直接上门 找到了这位善良的奶奶 在他们的资助下 唐才英其中的一个外孙张家岗 获得了上学期间的全部学费 而这个张家岗也是那张婚纱照中 另一位主角 从小到大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一手抚养他长大的奶奶 到底承担了多少风风雨雨 高中毕业后 张家岗并没有去读大学 而是考上了消防队 和这些十几年前 亲手帮助过他的哥哥们一起 对其他有需要的人 伸出了援助之手 除了消防队 张家岗念念不忘的 还有抚养了他一生的外婆唐才英 有了能力的他经常会带着外婆到全国各地旅行游玩 除了孝顺外婆 张家岗的心里还一直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为外公外婆拍一张婚纱照 可好不容易说动了二老 一场突如其来的身体不适 却让外公缺席了这场婚纱照 为了不让外婆遗憾 张家岗便主动提出 自己代替生病的外公和外婆拍婚纱照 就这样 这张相差61岁的婚纱照就这样拍摄出来 而唐才英的一生 何尝不是像这张婚纱照一样 在24年前就早已嫁给了这六个妻婴 或许这才是这位老人和这张婚纱照背后的故事 打动了无数人的关键所在 你对唐才英的选择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